《武術》 那麼武術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更多的是約束一個人的修養 一個行為 勝負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定浩加油 往前 這個價值很貴 十條都上 好 我一開始的時候 定浩有幾個日子送拳 打得很重 尤其是在第十多秒左右 有一個很重的一個拳 但是徐曉冬的身體數字非常好 確實是扛住了 沒有倒下 就是說徐曉冬賽場經驗很豐富 而且徐曉冬的抗打非常好 一個打得也比較好看 定浩在徐曉冬的這個 跟徐曉冬切磋的過程 有幾次倒閉 這個是不得不承認的 如果摔跤方面來說 那是丁浩是輸的 輸得很慘的 因為確實是丁浩沒有摔倒過 對方一次 但是徐曉冬卻摔了 丁浩好多次 我們不管這個摔 定義為有效還是無效 得分不得分 我們就不談了 這個現場 就丁浩跟徐曉冬那一場 有些媒體說 是我說平局的 不是 是裁判 是主持人宣佈平局的 他宣佈平局的原因 主要是三局沒有打完 沒有打完 或許居打後腦 其實這個比賽是允許場外指導的 是徐曉冬比賽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 你們在視頻上也看到他 也有很多人說 哎呀不要摔呀 就打倒他 KO他 在丁浩那麼重要的比賽的過程中 我就是前面指導了 大概不到一分鐘 就被安保人員帶走了 我第一句話喊的是 有效擊打有積分 提醒他 第二句話說的是 徐曉冬出血了 而且他的身體素質也特別好 那麼這個官方公佈了他的體重 這運動時期就是 就是運動量比較大的時期 是90公斤 從這個綜合的情況來講 這個徐曉冬是佔有優勢的 因為我覺得勝負其實沒有那麼多 他們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敢於參與 這個其實不存在偏向的 我們這個都彼此說好了的 就是選擇新的佩戴 那徐曉冬是戴了牙套的 話又說回來 如果不戴牙套 他的牙齒肯定會受傷 蘇曉冬確實是後面被大眾給他一個稱號叫打假狂人 格鬥狂人 打假英雄 他就對傳統武術文化也有一些抨擊 他甚至放話說了這個中國傳統武術 是個神話已經落寞了 他說永春拳是騙人的 那我也不為別的目的 我自己是練永春拳的人 對永春拳肯定是有感情的 就是6月8號呢 就是徐曉冬先生那方面呢 就是他公司邀請我去參加他的 東哥蠟瓶節目 那麼東哥蠟瓶他做了一期 叫亂世永春為主題的這個蠟瓶 那麼我跟我的學生丁浩 是其中一個分子一個代表 憑心而論 我們並不是很有名的權管 我也不是特別有名的師父 現在的環節接下來的環節是 驗證一下永春拳的實戰性 看看永春拳能不能打 然後這個時候我的學生丁浩 他就站出來了 我來 就是說快速地點了徐曉冬兩拳 一拳是內骨這個地方 但是也沒有用力再點一下 那麼但是這件事情之後 就惹怒了徐曉冬 徐曉冬認為丁浩打了他 然後徐曉冬一直就說要打 但是後來又說不打 他網上也有各種各樣的文章出現 罵定浩偷襲了他 罵我們的一些什麼不道德啊 罵我們偷襲啊 罵我們是假永春啊 罵我們膽小鬼啊 罵我們蹭樂度啊 實際上我們說了我們隨時都可以打 去年11月左右 那麼徐曉冬就跟我聯繫了 但是呢 現代搏擊和傳統武術一直爭論不休 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個觀點呢 揉合一下 然後我們進行一個跨界交流 就在我們2018年 2018年這個全程足跡 總覺得在上海 永春權很多人的印象來自於葉問 來自於李小琳的一些影視題材 永春大師嘛 對吧 首先這個大師 我們從來沒有自稱過大師 那被曝光之後呢 就會說我是大師 其實都是別人家的一些頭銜 永春權是生活化的 就是說更多的比較生活 接近生活 比如說我們在電梯裡面遇到壞人了 然後我們可以快速的去自保 再說傳統武術的 和現代搏擊的追求方向本來就不同 其實很多人也許練一輩子舞 都不會去賽場上比賽 那麼武術是 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它除了一些武術技能 防身之外 更多的是約束一個人的修養 一個行為 各自的喜好 你喜歡練永春權 你練永春權 你喜歡玩拳擊 你玩拳擊 而且你喜歡玩拳擊的情況下 想玩一下永春權也可以 我之所以去跟大家參加這個比賽 我是懷著三點去的 第一呢 是這個切磋 交流 這個檢驗 交友 就是我們沒有打過這種賽場的 我們想感受一下 然後呢 重點的是通過這種交流 可以認識到對方的長處 然後呢也可以消除一些誤解 類似於我們怕呀 我們不敢上啊 第三點的話呢 其實我就要更多的是告訴什麼 就是 每一個項目 它的存在一定有理由 而且每個項目都要值得尊重 小程序裡有熱呼視頻